距离2024年11月的美国大选剩下不到17个月 来自美国两党的主要总统候选人阵容 以基本尘埃落定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近日已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书 正式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 他于6月7日在爱荷华州举行了首场竞选集会 在当天的演讲中 彭斯将苗头对准竞争对手特朗普 他表示在此前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时 特朗普要求彭斯在他和宪法之间做出选择 而彭斯选择了宪法 他认为任何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人 都不应该成为美国总统 5月下旬发布的CNN民调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中保持领先为53% 彭斯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为6% 在彭斯加入战局的同时 共和党内的参选队伍仍在壮大 除特朗普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彭斯外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科特 阿肯色州前州长哈欣森和创业家拉马斯瓦米 已公开宣布参选 但党内支持率均不足5% 与此同时 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和北达克他州州长伯古姆 也分别宣布参选 在上述名单中 现年60岁的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引人注目 有评论称 他是目前唯一一位能对特朗普进行破坏性打击的竞争者 在行事调查 对俄态度等诸多问题上猛烈开炮 正因如此 他的参选可能会让特朗普处于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 现任总统拜登也面临着新的麻烦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宣布 联邦调查局FBI已经屈服 将允许小组成员审查该局持有的一份现任档案 该档案指控美国总统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曾卷入一项500万美元的贿赂计划 同时 拜登家人还涉嫌利用乌克兰企业和乌克兰银行洗钱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一度拒绝向委员会交出相关档案副本 他也因此被指控藐视国会并要求参加听证会 雷态度的突然转变也使其得以免于被指控 此外 FBI还将提供现任档案中提到的另外两份文件供委员会审查 民主党政客表示 这些罪名如果成立 足以构成对拜登发起弹劾的条件 加拿大森林野火延烧没有缓和迹象 超2万名加拿大人被迫撤离家园 甚至导致美国城市埋害恶化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表示 加国野火的浓烟飘到美国东北部 空气质量大幅下降 截至6月7日上午已有13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超过1亿人处在空气污染警报范围内 周三空气质量最差的大城市包括纽约市 华盛顿特区 费城和俄亥俄州 哥伦布市 受影响较大的州包括纽约州 新泽西州 宾州 以及整个新英格兰南部地区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到8日晚上 I-95州际公路以东和纽约市周边地区的情况会有所好转 而另一方面 纽约州西部 宾州和西维吉尼亚州的情况将出现恶化 由于纽约市的雾霾持续 教育局紧急通知 高中的学生将在9日改上网课 卫生局建议人们继续待在屋里 尤其是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影响的小孩 长者和呼吸道疾病患者 外出的话 最好佩戴N95或KN95口罩 森林野火在加拿大虽然常见 但东岸和西岸同时爆发 则非寻常 导致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政府被迫出动军队协助 美国已经派遣数以百级消防人员前往加拿大协助 还有更多人正在赶去的途中 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日也表示 欧盟将派出近300名消防人员协助加拿大对抗野火 法国上萨瓦省安纳西地区6月8日发生持刀袭击儿童案件 袭击者在安纳西湖畔公园中持刀攻击了数名儿童 儿童平均年龄为3岁 据警方通报 目前已有9人受伤 伤者中有8名儿童 3名儿童伤势处于危重状态 具体情况目前仍在快速变化中 法国内政部长表示 嫌疑人已被抓获 根据法国经济调频电视台原引警方消息报道 嫌疑人身份已经确定 这名嫌疑人为叙利亚人其在瑞典获得了难民资格 他没有出现在任何预警名单中 目前警方没有对案件定性 也没有明确嫌疑人作案动机